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从他在1984年开放以来,已有2500多人从未残疾人开办的救赎职业学校毕业。 学生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学习技能以及知识,以此能过上一个自我照顾,不成为别人负担的生活。 学生可以自选课程来学习,计算机科学、媒体、英文授课的商业管理以及电子维修。 课程是两年制的,学校提供所有的教育支持、住宿、食物和医疗服务。 托于学校的声望,学生在两年的学习毕业后都能找到适合他们的工作。 许多人为当地以及国际知名的公司工作,与此同时,另一部分人则开始创业。 然而,无论他们选择怎样的人生道路,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,那就是,他们都将被平等对待。 雷神父基金会同时也为年轻的残疾学生提供教育。 在巴提亚盲童学校里,他们学习必须的技能,为他们的独立生活打基础。 从小,他们就学习如何使用白手杖,如何耐心地聆听老师传授技能,以及熟悉可能遇上的危险。 学生学习怎样使用布莱耶盲文打字系统来读写。 而今,他们也学习计算机科学课程,尽管他们无法看到屏幕,特别改装的显示器,却能帮助他们,让他们学到与正常学生一样的技能。 雷神父中心为那些有特殊需要的儿童提供相应的设施,例如自闭症患者,脑汤儿童,以及患有糖质综合症的孩子。 对于那些年幼的孩子们,当地并没有可以为他们提供所需支持,以及治疗的地方。 基金会专业的工作人员,以及志愿者,为他们提供基本的帮助,以及专业的治疗。 感官室给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待在平静环境中的机会,一个能让他们的感官受到激发,并通过触摸,声音,以及光,学到新东西的地方。 雷神父基金会相信,孩子,无论多小,都应该开始学习。 每天早晨,都会有一百多个儿童来到雷神父日托所度过他们的一天。 他们大多数来自巴提亚周边的贫困地区。 他们的父母将孩子交给我们,也因此能够安心地去工作。 孩子们将学到知识,包括如何读写,如何与其他孩子相处,电脑技能,以及其他为他们进入正规学校做准备的科目。 雷神父收容中心是雷神父基金会最小的工程之一,但也是最重要的工程之一。 他为所有年龄阶段的儿童进行评估,直到找到能解决他们问题的方法为止。 许多来到收容中心的孩子和青少年需要很大的帮助。 他们从来不清楚营养的一日三餐是怎样的, 也从来没有体会过生活在一个被人关爱的环境中是怎样的。 这些儿童被鼓励着返回学校。 同时,稍长的青少年也正在我们这个新家中努力地向成年过渡。 雷神父基金会将给予他们所需的所有支持以及帮助。 许多年幼的孩子将搬到儿童村去居住。 在那里,他们会找到一个充满爱的家。 在2008年开放之初,仅仅拥有四栋房子的儿童村, 现在已增加到了十栋。 孩子们就住在这充满爱的大家庭中。 雷神父儿童村欢迎孩子们来到这里。 在这里,他们将拥有新的家。 新的兄弟姐妹,以及照顾他们的阿姨。 那位照顾他们,支持他们,并且爱他们的妈妈。 从儿童村出发,驱车不久,就是雷神父儿童之家。 这里有超过150个孩子和青少年。 这些,以前是流浪者,离家出走的,以及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们。 在这里,找到了一个安全的,让他们重新体会到童年的家。 他们有继续学习的机会,而且,如果他们想在大学深造, 我们将义无反顾地给予他们所需的所有支持以及鼓励。 雷神父基金会,关心以及教育者,850位孤苦伶仃的孩子,以及残疾的学生。 我们无法预知未来,但是,有一件事是我们可以肯定的。 那就是,来寻求我们帮助的人,会越来越多。 我们需要你的支持,来确保我们永远不会离弃任何一个需要帮助的孩子。 。